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乌克兰的经济 乌克兰呢,经过这场战争 因为它承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国际社会给它也做了很大的补偿 毕竟,它在那儿出人,出力 出地方,来跟这个入侵的恶魔作战嘛 但是,它呢,有四千多万人 要吃,要喝,要穿,要受教育 还要受到一些基本的医疗,退休之后还要发退休工资 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需要钱 当然,也有外部输血,比方说是美国,英国,还有欧盟 还有包括亚洲的一些国家,日本啊,还有弯弯啊,等等的 都在给人家输血,还包括新加坡啊,只要有点钱,只要有点实力的 大家都没有,也不能说大家都吧 就是主流国家都没有袖手旁观 但是乌克兰自己也在努力,你看前面我跟朋友们汇报过 我刚才准备啊,就是从下一个年度 也就是从今年冬天开始 俄罗斯的一滴气 俄罗斯的一立方气,它都不要了 它呢,就用它的农作物 以及农作物的一些附属产品 比方说街杆啊,或者是一些 就是古物的那些壳啊 或者古物的其他那些东西,具体的我也就不说了吧 来把它做生物甲烷,然后用生物甲烷呢,就满足本国的需求 当然了,它也要出口,要赚外汇 要赚外汇,它有哪几个渠道呢?主要是卖粮食 卖粮食黑海不是被俄罗斯给封锁了吗?不要紧的 现在俄罗斯 它能够控制的是白俄罗斯那块跟黑海那块 但是通往波兰的那块 通往匈牙利,一直通往法国,德国,西班牙 不管是走陆路也好,走海路也好 只要不走黑海,可能粮食是畅不通无所 最近呢,又有一大船粮食 装了差不多一万八千吨的这个 古物吧,到了西班牙港口 然后呢,下一步就到用户的手里头去 美国现在正在筹建 就是在乌克兰跟波兰的边境建一些 储粮站,就是圆形的那个捅柱子 然后把乌克兰粮食存到那儿去 乌克兰今年可能也会来个大分收 能输五千多万吨粮食吧 也是相当相当多的,粮价这么高 可能也不太容易下去,乌克兰也能够大赚一笔 那乌克兰还有一个财路在哪儿呢 就是它的那个电力 它的电力是相当丰富的 它现在一直在给欧洲供电 其实你国际能源价格上涨 能源里头就包括电嘛 你油气价格上涨,电的价格也上涨 所以呢,乌克兰往外卖电,它也赚不少钱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 一个大大小小的民间公司嘛 这就不是国家层面了 他们制造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商品啊 或者是一些机械设备啊 等等的 你比方说那儿就有很多的 就乌克兰的西部也好,中部也好,东部也好 就是在乌克兰政府现在控制的地方 也有很多什么 通用公司啊,还有很多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公司 他们一些分厂,装配厂 还有一些钢铁厂等等的 它也在正常的营业 所以呢,这些呢,也都可以出口创汇 最后我们说的军工吧 有些朋友就跟我这个年纪的 可能还记着咱们国家 在受到前苏联威胁的时候 搞过大三线建设 就是把很多原来处在 比较明显的那些地方的军工企业 都转到四川啊,甘肃啊,一些大山里头 把山给挖空 给建起来,然后布置起来 也不一定挖空吧,就是等于分散,把工业分散 当然了,幸亏中国跟苏联当时没有打起来 打起来的话就跟现在乌克兰一样的 就可能把人家知道的 就是苏联人知道的那些老地园的那些厂子 全部给移为平地了 那时候你呢,还是需要造坦克,造炮,造炸药 造各种各样的军品,哪来呢 就是从那大三线里面的建设那些厂子里头出来 因为大山里头它毕竟不太好战嘛 那从2014年之后,乌克兰 这些这帮人傻啊,不傻,一直在备战 在西方训练军队的同时,我相信啊,他把一些关键的军工产业 在卡尔巴尖山里头,或者甚至波兰境内越过边境 他肯定也是建了不少,包括仓库啊 等等的,主要可能就把他的重心就往西移了 估计肯定也移了不少了,就是乌克兰版的大三线 在2014年到2022年,这么长的时间 他可能早就把它完成了 所以现在他可能就是军工,武器,弹药,可能自己也能够生产不少 我不相信他傻乎乎的,就是原来的这个工业部居在冬面 他一直守着冬面,不可能的,因为冬面 从2014年就开始打仗了嘛,打仗你还有什么工业 基本上没有了嘛,就是离那个工业区近的那些 乌冬、东巴斯,就是卢干斯克 东尼斯克近的那些地方,哈尔科夫啊,等等的 可能也还在生产,但是就是看情况 可能把一大部分产能已经转到乌克兰的西部去了 所以乌克兰就是说是 他现在还在出口,还在赚钱,也还在给自己生产 可能外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外部的援助 但是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的自力更生来 在政策方面,为什么会有2014年的那次危机呢? 主要是,当时啊,就有两个选择嘛,一个选择是跟欧洲 跟欧盟签那个自由贸易协议 另一个选择呢,就跟俄罗斯签 类似贸易嘛,还是什么协议的 但是,老百姓呢,就希望政府跟欧盟签这个协议 但是,当时那个亚努科技政府啊 就把那个协议给抛弃了 就跟俄罗斯签,所以老百姓才起来造反的 才把他给赶跑的 说明欧盟也一直在拉乌克兰 那次也是伤了欧盟的心啊 那,从2014年,波罗申科上台之后 波罗申科可是不遮不寇的,亲西方反俄罗斯的 他呢,就是把前级任总统没有做的,他可能都就做了 就以现在,泽伦斯基抗击俄国的这个呢,就打了底儿 包括人员啊,包括设备啊,包括经济啊,政治啊,各方面的 都可能做好了这一切工作 当然,泽伦斯基上台之后,自己也接下了那个波罗申科的班 也延续了波罗申科的这个政策,继续往前走 这一次俄罗斯不是从2月24号开始入侵乌克兰吗 然后呢,他的入侵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就是导致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的所有的国家 都对乌克兰的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出国产品都免关税 而且呢,这政策呢,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呢,就是,乌克兰现在虽然在努力加入欧盟 但是,所图的并不是欧盟的那些贸易的一些优惠条件 他,乌克兰一旦进入欧盟之后 一旦跟波兰啊,波罗地海一样 取得同样的这个表决权的这个地位之后 那他的国际地位是相当相当高的 不管哪个国家,你要跟欧盟整个这个团体 来签协议的话,没有乌克兰的点头 你是签不成的 这里头,包括哪个国家 我就不明说了,不用自己去想吧 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